第26题 题目说呢,如图12 在这个三角形ABC中 珠1两点分别在BC跟A珠上面 而且这个A珠是角BAC的角平分线 这条角平分线 所以呢,可以把角A分成两个角 我们画个记号 如果呢,角ABE等于角C 角ABE在这边 等于角C在这里做个记号 那再来呢,他说 这个AE比1珠2比1 这个AE 两份 一珠一份2比1 这时候,首先你先看一下这两个三角形 第一个,因为呢 AE比上E珠 等于2比1 所以呢,这个黄色斜线的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三角形ABE 它的面积 比上 三角形 B珠1 它的面积 也是2比1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 它们的高 都是同一条 高相同 高相同 同高 同高的话呢 这个面积比就会等于 底边的比 底边2比1 所以面积比呢 是2比1 那这时候 我们先假设 因为呢 这个题目 要求三角形B珠1 跟三角形ABC的面积比 所以呢 我们就假设呢 这个最小的 这个三角形B珠1 它的面积 是 A 那 从这个 ABE 比上AB珠1 的面积 比2比1 我们就知道呢 三角形ABE的面积 就是 2A 也就是说呢 这个B珠1的面积 这是A 这里呢 2A 我们现在只要 想办法 再求出这一段 再求出不是这一段 这个 右边这个三角形 A C珠 它到底是几A 那我们就可以 求出这个B珠1 跟最大的这个三角形ABC的面积比 是多少 好 接下来请看一下第二部 第二部呢 题目上说 题目上说 因为呢 A珠 是角平分线 所以 所以呢 而我在图形画的这两个 圈圈的这两个角 会相等 是 B A1 会等于 角 C A1 这个 是因为它是角平分线 另外 有 题目上讲 哦 角A B1 等于 角C 所以呢 有两个三角形 第一个 是这一个 三角形A B1 和 右边这个 A C珠 这两个三角形呢 会 相似 因为它们有两个角 相等 所以 左右 左边这个A B1 跟右边这个A C珠 会相似 A B1 这个A点呢 对到A C珠的也是A点 A B1 A B1 的B就打叉这个角 打叉这个角 会对到 角C 剩下就是珠 A A相似 相似了以后呢 我们再求 它们的 这个 对应边的比 对应边 我们用哪两边呢 我们利用这个 A A1 线段 比上 A珠线段 因为呢 这个 题目上说 A1 比上 1珠 这是2比1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A1 比上 A珠 整段的A珠 这个是 2 2 比3 2比3 2比3 好 最后一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这时候呢 我们利用一个 相似三角形 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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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对应边 的平方比 相似三角形 比 它的面积比呢 等于对应边的平方比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咯 我们现在如果要求面积比 哪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呢 三角形A B1 比上 右边这个三角形A C珠 就是 就是相似的这两个三角形 它们的面积比呢 等于 几比几呢 等于 对应边的平方 对应边刚刚算出来了 对应边2比3 对应边的平方 2的平方 比上 3的平方 三角形A B1呢 这是 2A 在这里 比上 三角形A C珠 等于 4比9 好 内积内 等于外积外 4倍的三角形A C珠 会等于 18A 所以呢 三角形A C珠呢 会等于 2分之9A 好 最后一个步骤 那这个 最大的这个三角形 这第四个步骤 我写在这里 最大这个三角形A B C 它的面积到底是几A呢 我们看左半边 A加2A 加上 右边是 A C珠2分之9A 全部加起来 2分之15A 所以呢 三角形A 三角形B珠1 比上三角形A B C 它的面积比 等于 A 比 2分之15A 约分 约分 把A笑掉 1比2分之15 再把它化成整数 前后都乘以2 2比15 面积比2比15 答案就选 陈一 B珠1 4分之15A 3分之11A